高考的浩阳已经出现,高门战士们紧急行动起来,学战高考! 成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复读班班主任,成老师每天都围着班机同学打转,不放弃每个孩子,让每个孩子不后悔学习是他的教学宗旨。 此时的成老师,面对眼前这个成绩不断下滑的女学生,先是进行安慰,随后根据她的真实情况,给出最合适的学习建议,还根据学生的家庭环境,想办法为其解决资金问题。 可这并不代表学生们都会乖乖听话,为了玩,他们会摸出老师视察的规律,为了吃,他们有着千变万话的说辞,还敢公然挑战监控,在下面挑衅,也许有人看了会说,怪不得有孩子会考不上,这也不专心学习啊,但我想说,这才是学生,这才是孩子。 在学校,我们可以帮学生改造坏习惯,但不能拿小问题否定他们的全部努力,因为在紧张的高三时期,学生们每天的休息时间本就很少,心理状态更是压抑。 而监控下的调皮,无间的短暂休息,就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每天的宣誓则是他们对未来最好的期盼。 我们的理想要敢起好,我们的理想会皇。 一晚悄悄来临,家长们早早地就在校门外等待孩子们放学,看到孩子们如此辛苦,生活在此处的居民还演唱了一句。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但美好的祝愿也避免不了一些人生的插曲。 病毒高发期,本就劳累过度的学生生病无可避免,但他们为了不耽误学习往往会硬撑,即使生病住院,也不忘将书带着复习。 但最痛苦的事并不是生病,而是学生考前的心态崩盘。 因为努力了这么久,每名学子都期待劲棒提名,没人想面对未知的打击,更承受不住考前模拟的失利。 所以我想说的是,稳住心态,别害怕,考前的失利都是对真正上战场时的铺垫。 你只管勇敢地向理想奔跑,洒下的汗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高考从不是学生们一人在战斗,除了老师之外,学生的父母也从未停下奔波的脚步。 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未来,他们交学费时眼睛都不会炸一下,为了孩子学习更属心,会不远千里来此陪伴。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还去茅坛场镇的小店里做工。 对家长来说,孩子的成绩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时间转眼来到四月,白天时孩子们都在查看自己的成绩,等到夜晚,这里总会走来一位保安。 他是一位高三学生的家长,为了孩子学习,他关掉了自己的场子,来到学校里做保安。 一开始,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好,保安每天面露喜色,却不料,最近的考试成绩一落千丈,排名下降了三千多,这使他的父亲一时间无法接受,母亲也落下了泪水,他们害怕孩子考不上好大学。 这也是大多数父母的担忧,家长帮不了孩子学习,除去生活上的照顾只能帮孩子祈福。 菩萨向前的相会是最好的见证。 不仅如此,家长们还会每天去专门的寺庙,诵经念佛,为孩子求取个好成绩,以为自己换来安心。 现如今,高考的钟声已经敲响。 看着孩子踏上考场,其实家长的心比自己的孩子还要紧张。 披星带月奋战三年,考试必能得偿所愿。 天上的恐龙灯寄托着他们的期盼。 第二天一早,奔赴战场的学子们脸上洋溢着希望。 此刻的他们为自己打气。 高考必胜,大家都会考上的。 不仅如此 他们还为自己唱出希望之歌 学校的专车很快就将学生送到了考试点 除了学生 家长已经把这里团团包围 他们虽然帮不上孩子忙 但陪在这里让他们的心更舒坦 历经九个小时高考结束了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从大门里飞奔而出 脸上的笑容是心生也是解脱 高考过后 原本热闹的教室此时已压去无声 只剩空空的课桌和学生留下的文字 但这次高考并没结束 因为出成绩才算结局 这也是出考试外最熬人心的时刻 此时的一栋大厅内 保安正带着自己的儿子焦急地坐在电脑旁 看着本科线已经出来 成绩却迟迟查不到 孩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父亲的心也是七上八下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成绩终于能查到了 总分八排正确加分 五百百六 在周报员声音结束时 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像一个孩子一样开始四处打电话报喜 而等儿子走后 则是悄悄在镜头前落下了激动的泪水 因为他的付出获得了回报 孩子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这一切都值得 有人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胜利 也有人在此失利 我们对胜利的人说声恭喜 为失利的人重新打气 因为区区高考打不败顽强的你 因为再度出发 你更加无懈可击 最后愿大家在考场上 昆鹏之志 辉好指尖 一月龙门得偿所愿